看着欧阳暖脸色惨白 毫无血色 巫医赶忙把萧婷叶拉去外面 说道 陛下 他必须静养 您这样应来 会要了他的性命的 萧婷叶无奈地看着欧阳暖 恐怕他要恨死他了吧 使用这样卑劣的手段 可是那又怎样 只要能得到心爱的人 死后下地狱又怎样 欧阳暖在梦中感到不适 睫毛动了一下 睁开眼 竟然看到萧婷叶的面孔 不由皱起眉 他紧紧靠着墙壁 背对着他 他的身后 萧婷叶看着他的背影 轻声道 暖儿 你若不愿意 我不会再勉强你 我会等的 等到你爱上我的那天 第二日 阿卓一早便来伺候 他低声道 陛下 奴婷已经准备好了洗漱的器具 萧天叶一直躺在软榻上 此时已经穿好了衣服 他看了欧阳暖一眼 见他仍然是背对自己 便点点头 先走了出去 等他出去了 欧阳暖才转过身来 对阿卓道 阿卓 麻烦你帮我清理一下 娘娘 您的身子很快就会好的 不知娘娘喜欢什么款式的衣裳 什么样的发式 奴婷帮你打扮一下 阿卓说道 欧阳暖对阿卓笑着点了点头道 多谢你 费心了 阿卓一愣 原来这位小姐已经发现 她和一般的宫女不一样了吗 她原来是南兆公主的伴独 也是南兆著名的幼将军的嫡女 从小跟着南兆公主长大 南兆皇室被灭后 她的父亲被杀 她却侥幸活了下来 在这宫里 却从高贵的女官沦为宫女 一下子从主子变成了奴婢 她很是不习惯 尤其是对萧天叶的恐惧 可是她最近却发现 一向冷酷无情的萧天叶变了 不但变得温和 而且脸上经常挂着让人迷醉的笑容 那笑容 好几次都让她看得闪了身 吃完早饭 萧天叶就坐在店中 埋头于城山的公文中 欧阳暖也不与她说话 在床上躺着 全当她不存在 傍晚时分 阿卓捧了一碗银耳燕窝走进来 看了眼欧阳暖似乎还在昏睡 她便向萧天叶走去 陛下 您先歇会儿 吃些东西吧 她温柔地说 萧天叶抬起头 接过她手里的碗 象征性地吃了一口 就顺手放在桌上 依然专注地埋头在暗毒制中 陛下 奴婢替你演没 阿卓又说道 萧天叶头也不抬 只淡淡应了声 阿卓便露出喜悦的笑容 她一边默默 一边寒情默默地偷眼瞧着萧天叶 亲人惨死 只剩下她一个人孤苦无依 她此生唯一的生存方法 就是找到一个靠山 她并不奢望什么 只要能够永远待在 这个男人的身边 默默爱着她 就算一生都不会有结果 她也不在乎 只要能在她的身边 这就足够了 这个女子 深刻地仰慕着萧天叶 欧阳暖默默听着 心中想到 这或许是一个大好的契机 欧阳暖知道 自己若是想要尽快离开这里 唯一的办法就是迅速康复起来 所以接下来的日子 她都努力地吃药 吃饭 甚至连以前最讨厌的补品也都吃了 她尽量不去招惹萧天叶 即使她仿佛怕她逃跑一般 几乎片刻也不离开她 她都忍了下来 与她相安无事 很快 欧阳暖已经能够坐起来 并且能在店内走一走了 这天 她趁着萧天叶不在 故意对阿卓说道 阿卓 今天天气这么好 你陪我出去走一走吧 阿卓看了她一眼 犹豫地说道 娘娘 陛下说 好了 你放心吧 我只想出去走一走 这里这么多人 你还怕我跑掉吗 见她坚持 阿卓只能说道 娘娘如果哪里不舒服 请立刻告诉奴婢 欧阳暖点点头 他们信步走了一会儿 见四下无人 欧阳暖突然抓住 阿卓的双臂 眼中一抹坚定 阿卓 你放我走吧 娘娘 阿卓睁愣地看着她 欧阳暖轻声说道 阿卓 你先别说话 听我说 我知道你喜欢陛下 可她现在只把你当作下人 你是个好姑娘 你不该受到这种对待的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只要我走了 她就不会再把心思 放在我的身上 她才可以看到 你的一片痴心 你只要装作不知道 我自己想办法就可以了 不 我不能背叛陛下 阿卓惊慌失措地说 欧阳暖握住阿卓的手 诚挚地说 阿卓 难道你希望一辈子 站在她的身边 却得不到她的爱 只要我不在 你的心愿就可以实现了 你难道不希望 她把全部的宠爱 和注意力都给你 你现在全心全意地照顾我 难道不是为了她吗 阿卓看着欧阳暖 愣住了 片刻后 她推开欧阳暖 失魂落魄地跑了出去 可是过了一会儿 阿卓却突然回来了 娘娘 奴婢找了一套宫女的衣服 可是宫门口有不少侍卫把守 你怎么出去啊 欧阳暖知道 这个女子此刻已经不顾一切 准备为自己的爱情做点什么了 这你放心吧 我自会有办法的 只是我若是这样走了 一定会连累你 还是要委屈你一下 欧阳暖将阿卓的手脚用布捆起来 然后再把她嘴里塞上帕子 做出被人打昏后绑起来的样子 低声道 阿卓 谢谢你 阿卓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 心中复杂难言 欧阳暖说得对 只要有她在一天 陛下就不会看自己一眼 但是她无法亲自下手杀死她 只能想尽一切办法让她逃走 然后再找机会下手 对不起了 人不畏计 天诛地灭 萧天叶原本将一切消息封锁着 她不会告诉别人 欧阳暖被她囚禁起来 所以欧阳暖拿着从她那里偷来的令牌 作为凭证 让宫门口护卫看了以后 便顺利离开 然而她离开不久后 宫门外奔出一匹守候已久的马车 尾随着欧阳暖 马背上 萧凌峰目不转睛地盯着欧阳暖 微微叹了口气 萧天叶走进大殿 立刻感觉到情况不对劲 一切都安静地过了份 她仔细一看 立刻见到昏倒在两旁的护卫 叹了叹鼻息 确定是被人下了药 输得 她狂奔入殿内 方中只有被捆起来 含着眼泪看向她的阿卓 她立刻放开阿卓 逼问道 她在哪儿 陛下 娘娘打呼了奴婢 然后奴婢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阿卓几乎不敢看她狂乱的眼神 低下头去 闻言 萧天叶心中立刻燃起熊熊怒火 她脚下没有任何耽搁 率兵追出皇宫 欧阳暖出来没有多久 便发现有人在跟踪她 侧马回头 却见萧凌峰跟了上来 欧阳暖下了马 惊恶地看着她 你是什么人 萧凌峰笑了笑道 你放心吧 我不是来抓你回去的 我只是 想送你回你的故乡去 欧阳暖冷冷道 我凭什么相信你 萧凌峰道 不需要你相信 因为我并不是想帮你 只是你留在 萧天叶的身边 始终是个祸患 不过 你真的决定离开这里 你不后悔 你也就想帮你 是 我 你 谢谢观看